先來聖誕快樂 現在來到Tasmania的Credo Mountain 後面看著就是Dolph Lake 另外想起以下故事和你分享一下 話說從前有一個釣魚譜 聖誕節之後老闆打算升甲園餅 其中一個Sales做總經理 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聖誕節來比賽 誰做到最多生意的話 就誰做總經理 後來過聖誕節 老闆就問甲一甲 喂!那怎樣? 阿甲做了多少生意? 阿甲就跟他說 我做了五十萬 為什麼五十萬? 因為人客進來的時候 就想買十個最漂亮的餘歐 每個餘歐五萬元 為什麼五十萬? 再問這個月 月月做了多少生意? 又做了五十萬 為什麼五十萬? 人客進來的時候 就問我有什麼餘歐好買 我介紹他 最漂亮的餘歐 他好聽我介紹 一買就買了十個 為什麼成為五十萬? 之後再問阿丙 阿丙阿丙,做了多少生意? 阿丙就說 又是五十萬 為何是五十萬? 人客進來 就先買個餘歐 跟人說 這麼漂亮的餘歐 當然要有餘歐 買了最漂亮的餘歐 這麼漂亮的餘歐 當然要有餘肝 買了最漂亮的餘肝 再有餘肝 當然要買餘船 買了餘船 還有餘船 還有吉寶車 拖到餘船 去漆去Fishing 買了吉寶車 所以人客進來 就先買這個餘歐 再買這個餘歐 再買這個餘肝 再買這個餘肝 再買這個吉寶車 成為什麼?五十萬 然後老闆大笑出來 哈哈哈哈 這才是Top Sale 阿甲阿瑜 你應該學一下阿丙 人客進來 只想買一個餘歐 就變成他買這個餘肝 買這個餘肝 買這個餘船 再買這個吉寶車 這些才是Top Sale 值得升為總經理 然後阿丙阿丙就舉手 老闆老闆老闆 不是呀不是呀 不是什麼 你知道嗎? 老闆老闆 不是 人客進來 不是想買一個餘歐 他進來只是問路 我跟他說天氣這麼漂亮 看看天氣這麼漂亮 為何不去Fishing呢? 嘩 之後老闆突然仿然大悟 這才是新增的Top Sale 以上故事帶出什麼理念 做生意的同樣 人客問到有這個Demand需求 可能會太遲 太多競爭對手 就是人客都沒有想過Demand 但是你能夠Generate到這個Demand 反而你的生意做得更加厲害 想一下Steve Schopp 在Apple 哪裏有想過出一部電腦 不需要Keyboard 那怎樣打iPad會誕生呢? 哪裏有想到這個App Store的Concept 這個iPhone又會誕生呢? 所以你想想 很多時候人客問到的 已經可能太遲 包括我自己在做內的時候 做香港第一隻的商店 人客問到已經太遲了 但我就覺得 沒理由流通性這麼低 買鋪金額這麼大很多 能夠想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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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買鋪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